真论了几千年到现在还有这个真论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教会里面很多人 有一些是比较同情雅米念的 或者同情雅米念的 他会不知道自己是雅米念主义者 往往雅米念主义者不知道自己是雅米念主义者 而家文主义者他是很清楚的知道的 有这样的身份认定的 那么我们来 这个刚才的两组同学 要不要来拆派一个PK一下 拆派一个发言人 来说一下你们的研究成果是什么 你们的研究成果是什么 雅米念那边你们拆派谁 弟兄 弟兄 OK 好 家文这边你们谁的代表 安心 谁哪边先来 家文先来 家文主义者先来 谁要讲 在这里 可是我圣经都不熟 我讲经节你们就赶快念出来了 好了好了 好 我们如果要做一个 讨论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先要解释清楚我们的观点 我想最想集中的话就是讨论这个不可抗的恩典 我们光讲这个恩典不光是讲神的拣选我们 就是说而且说到的是神一旦拣选了我们 不是靠我们自由意义 不是自由意义很重要 但是呢主要是还是先是神的拣选 然后才有我们的信心 一切都已经在他的计划里 而且一旦被拣选了 这个恩典是永远不会失去的 这是我们主要的论点 然后我们选 没错吧同学们 听队友 有的很努力 好 那这是我们的立场 那我们的那个经节呢 第一个我们用的是 罗马书的九章十一节 就是神的拣选不在乎人的行为 然后我们还用了 九章十五节念一下吧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然后我们还有用了以佛所书 一章 二十五先看二章八节 好不好 二章八节 就是讲呢 这个拣选不是出于自己的 乃是出于神的 先暂时到这里休息一下 那个对方 OK 他们还有第二轮 第一轮现在在这儿 还要录下来吗 录下来 好 这个杨敏念这边 好吧 那个其实呢 那个像那个 家人里面那个能性全然的败坏 那个是论口的 但是里面有这些 比如我们 就是他们讲到那个 就是说 那个 只要是神拣选的 就是那个救人是不可能 一定是不会出去 其实 其实 其实我按照我们的理解 根据圣经的话 人的救人是有可能失去的 其实我赶紧 我找一些经文出来 你比如那个 在那个初埃及 三十二章 三十三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谁得罪了我 我就从我的册上 把谁涂抹 那因为像那个摩西 他看见了生命册 因为那时候 神看见 以色列人被你 要把他们都灭尽 那那个摩西就 恳求神 就是如果你要把他灭掉 那你把生命册上的名字 把我涂抹掉 所以我们看 神这样讲 谁得罪我 我就把 我就 就从 我就 就要从我的册上 把谁涂抹 另外 还有些经文 经文其实比较多的 在彼得后书 奥章 二十一节 既然认识了异路 你看 已经认识了异路 竟又背起 传给他的诫命 对他们来说 倒不如 不认识 好多了 他们的情形 正像俗话所说 狗卷 卷过来 又吃了自己所吃的 猪洗尽了 又到污泥中打卷 像彼得这样说的话 都是对基督徒讲的 他讲 认识了异路 他如果一个人 没有得救的话 他不会那么讲的 还有就是说 在彼得后书 三章十一节 所以亲爱的 你们既然 预先知道了 就要谨慎 免得受恶人 错误 没有引导 就从自己 坚固的地步上 坠落了 这些都是 对基督徒讲的 在西伯来书 三章十二节 弟兄们 你们要小心 免得你们中间 有人存着 邪恶不幸的心 他都是对弟兄讲的 以致离弃了 拥护的神 你看离弃了 趁着还有 还有叫做今天的 总要天天互相劝勉 免得你们中间 有人受了罪恶的诱惑 心里就干硬了 如果我们 把起初的信念 坚持到底 就是有份于基督的人了 其实今晚还有很多 我还没找到很多 你先停一下 PK第一轮 你觉得哪一方胜出 第二轮 你们有没有第二轮的回应 这三位姐妹 OK 理性分析 但是我们现在在讲 这个analogy of faith 讲圣经的 以经解经 我们现在在讲 以经解经 我们在讲 我们还没有讲到 这个理性 没有讲到传统 那些东西 我会一带而过 但是我们现在 着动的是讲解经 圣经 最好是用圣经的根据 而且记住我刚才的 一些原则 就是经文跟经文之间的 含经量不完全一样 因为有一些是在 旧事历史的后面 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新约 这个救赎事件的前后 然后有一些是 这个多次多方的出现的 各种 这个一个教义 各种很多的印证 然后有一些是 哪个地方是首先出现的 这些这个得救啊 救赎啊 这些 这个里面有很多文章 可以做的 那因为只有半个小时 我们不可能对大家 有那么高的要求 所以刚才已经 这个 答卷已经非常出色了 两边都很出色 那现在要不要 第二轮 如果你们这三位姐妹 中间 要不要 有没有人有一些补充 然后就第二轮 有没有 好 那要不要给他 给另外一位姐妹 把这个 把这个 想 对 这个麦克风给他们 这身心太不熟了 是这样子 加尔文跟 亚米烈 关于他们之间的 一个分歧 我想 一个最根本的 确实就是 在拣选预定 这一块 好 大家可能 意见特别不同意 就在这一块上 那事实上 我们先从因性 称义说起 我们都知道 我们是因着性 因性称义的 这是经文快说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性 这不是出于自己 是 以不所书 二章几节 八节 是不是 那因性称义的道理 我们都知道 他不是出于行为 都是神拣选我们 是因着性 我们才得称为义 是归算到 耶稣基督的义 归算到我们众人的身上的 那既然 这个义 跟我们的 行为没有关系 那有没有可能 我们将来 哪一天做得不好 那个行为 做得不好 那个义 那个拣选就失去了 那个救恩就失去了呢 所以从这个 简单的一个逻辑上 这也是 这是可能 答案是否定的 不可能 因为本初 不是靠着行为 得称为义的 将来也不会因为 我们行为的失落 我们就失落了 这个救恩 这是第一个 然后我们有一个 经文 一幅所书一章 十三到十四节 他说 既然信他 就受了 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 得积业的凭据 这一点非常关键了 这是得积业的凭据 那这个圣灵 进到我们里面 他就永远不会失去 那也就是 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他的救恩 永远与我们同在 好 阿弥念的弟兄姐妹 有回应吗 有 好 哈哈 等一下 稍等一下 还是 上前 上前 喂 喂 这是 这是什么 问题 到 那个 那个 其实刚才他们讨论的 还是旧文的问题 其实我们并不是说 不相信预定 对不对 圣经里面讲到预定 那就是我们的观点 是怎样正确地来理解预定 因为就是按照神的永恒来讲 神是预知的 神是预知 哪一些人是最终会得救 哪一些人最终是成人的 但是我认为 神的恩典是为每一个人预备的 不是就像树面人一样 神指定 你们运气好 你们是预定的 不管你们行为怎么样 不管你们怎么样 你就是因为神就是 pick up 就选择了你 你们就是没有被选择到 就是神是 恩典是预备每一个人的 但是神的恩典 临到的时候 光照到人的时候 看能怎么回应 如果神 我们的能 他选择回应了 就接受了神的恩典 并且持续在恩典里面 那这些能的话 神是预知的 并且神就预定了 你看 这边有一节经文 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 因为他预知所知道的人 就预定 效法 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的儿子 在许东弟兄中 做长子 神是预知一些人 并且 预知一些人 他们会持守信仰 他们会 在神的恩典当中 带领当中 他们会 这样的 这样的效法神 神就预定了 神就预定了这些人 另外还有经文 没有 没有 你们这个 你们没有他 这个他是练过的 你看 在彼得奥书 就是照父神的先界 所拣选的 借着圣灵得为圣洁 你看看到没有 父神的先界 并且是说 借着圣灵得为圣洁 神还是要看着我们行为的 我们不能说 因为在雅各书里面 特别讲到信心 信心 真正的信心与行为是并行的 你们如果是没有信心的话 没有行为 信心是死的 一个真正的信心 神所认可的信心 一定会带出真正的行为 这样的话 就是带出 带出圣灵的果子 带出顺服 带出悔改 等等好的果子 我们不能光 头脑里面知道神 知道他是耶稣基督 却没有真正 活出爱 活出圣灵的果子 就是说这有信心 真正的 我们真正的信心是要神认可的信心 因为圣经里面 这么多讲到圣灵的果子 讲到行为 所以的话 就是 这是与信心 是 其实是 不同的角度来讲的 你看到没有 神 他审判我们是怎么审判 你看 说等一下 你看 他说你们 你们既不称大偏袋人 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 你看 他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审判的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的话 他是按照信心审判的 对不对 所以的话 信心与行为 它是不同的角度 它按照我们的行为 如果说一个人 他没有活在圣洁当中 你怎么说他有信心呢 所以神真正拣选的人 神真正预定的人 他一定是真正持久相信 耶稣基督的人 他一定是活住圣洁的人 神在永恒里面 预先知道这些人 他们 神就预定了这些人 所以的话 我们深正要理解 神的预定 跟 神的预定跟 拣选的话 我们要 就是说 我们要看神 他公义的一面 圣洁的一面 神是预定那些人的 对不对 其实我相信 包括那个尤大 包括尤大 神的恩典 领导于尤大了 神的恩典 是完全领导于尤大 尤大 关键是尤大 他最后是没有这样悔改 其实在 饭桌上 耶稣他讲 他说 他这样 当着面指出来 有人要出卖他 尤大在场的 我并不认为 就是说 当时耶稣指出来 尤大要出卖 当着面指出来 其实还是 最终是给他一点机会 要悔改 但是有的他不会悔改 有的他不会悔改 并不是说 神就预定他 就是灭亡的 不管怎么样 神是给过机会 很多人是神给过机会的 所以的话 对 大概 大概就是 这样是 好 旁边的姐妹 第二点 说到 那个悔改 相信的人得救 这个悔改 就需要行为 他们刚刚一直说到 阴性成义 这没错 这是初期 你刚刚相信的时候 是阴性成义 但是后面 需要用行为 来支撑你的信心 你没有好的行为 怎么说你有信心呢 就像在 马太福音里面 十一章十二节里面 说到 从世袭约翰的时候 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 就能得走了 所以信心 必须通过行为 来证实 你是不是有 真实的信心 就是 我想补充这一点 好 这个 还有吗 加密研这边的 他们 神上你们已经提出了 很多预知 预知啊 预定的这个观念 预知跟预定 不完全一样 那么预知 没有预定 那样的绝对 也就是上帝 预知的意思是 上帝 上帝 根据人的 根据人的行为 根据人的选择 来做出 相应的回应 刚才那位姐妹说 是他在帮你说话 未必 未必 因为上帝预知 就说明他最后的决定了 还是他 人在做决定 只是上帝预知 然后根据预知 他的状况 来做这个决定 所以最终的决定 还是谁 最终的决定 还是谁决定了 还是人决定了 上帝只是预知 他没明白 OK OK 然后明白了 OK 好 好 要不要回来 你们这边还要 我想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我想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那个 你们要 还没有进行 有一些非讲不可的话吗 那我们就 那个吴唐老再给他们讲 再给他们一轮 让他们这个回应一下 对不起 好的 只是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让我 纠结很多年的一个问题 所以 所以 我其实 其实刚刚你们讲行为的时候 我还在前面研究你第一次的论点 就是原先你讲西伯来书 其实我觉得两边都很棒的 两边的那个 一个是你讲西伯来书 三章十四节的时候 等一下啊 三章十四节 我在想 诶 我打成以佛所述 不好意思 大家时间请 希伯 希伯 三章十四节 我想的不是行为 我比较想的是信心 有时候我在想 就是 嗯 因为我知道不能光评行为 信心很重要 可是我有时候在想 包括说就是 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你跟主耶稣的爱分离 可是如果你自己决定 抛弃了主耶稣的话 那怎么办 嗯 嗯 你讲的十四节 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 有份了 嗯 那么我在想的是 那么没有办法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的人 那是不是就是说 他不在神事先的拣选里面 嗯 我没有境界的依据 我只是不明白 嗯 所以现在就开始不明白 不是那么肯定了 对 那个analogia of faith 这个信心的程度就没有那么确定了 这个没有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 是上帝决定他 预定他没有坚持到底呢 还是在这个半途中 他就决定有他的这个后退了 退后了 那这里面 哦好 你还要讲 我也想问一个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主动与被动的问题 当我们人就好像是主动 神是被动 那就很 这个不合理 那好像我们是主到神 我不相信 我不知道怎么表 这个应该是神永远是主动走在前面 我们人是被动 不能这样子反过来 人又好像促中神 我不信你 我的主权是在我里面 我觉得 我这个认为是 我们这个信 如不信都是在神的掌管以下 我们的信心 一定神是最高的 不能超过他 他是第一 而且神是全能全知的 那如果是这样 神就不是这个属性 他就不是全能全知 他好像人就做了主到 而且神就变得不可自论 就是我都不能决定 有多少人得救 跟不知道人怎么 那这个是怎么去解释呢 不可自论 神这位 好像有点 有点东西我是不知道的 是人去决定的 不是我全掌握的 好 我们的彼此之间的这个讨论 已经到了这个理性的层面了 逻辑的层面了 你回去了 已经到了逻辑的层面了 因为我们时间很紧 姐妹你要讲的话 你就讲一下你的观点 我认为那个耶稣说那句话说我像个老母鸡一样多么希望你们都得救啊 其实我觉得以神的意思他要每个人都不沉沦 因为耶稣说丢了一只我都要去找 那因此呢神有他的主权 但同时呢他给人的自由选择权 因此就是说 为什么有很多传福音他 我不信 那个给了他他都不要 耶稣说我在外面敲门吗 你要给我开门 那有的人就不开这个门 因此我是觉得神有绝对的主权 他要给我们 这是他一定想给大家的 但是同时呢 也有选择权 我不要 有的就要了 我是这么理解 他是想把这个恩典全给大家 对对对 他是希望没有一个人沉沦 这个问题很这个争论到一个地步 后来巴特也开始争论这个问题 他就是说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 拣选人 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弃绝人 这个巴天的观点 虽然你会发现呢 你们争论下去呢 会有这个好几个晚上争论不完的 因为几千年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 谁也没有说服谁 威斯利 威斯利批判加尔文 威斯利批判加尔文说 你这个是把上帝变成了恶的源头 然后呢不给人以任何的自由 然后呢就是你们这样是不需要宣教的 因为上帝要使这个人得救 你不去宣教他也会得救的 上帝如果不拣选这个人 不让这个人得救 你去宣教也不会 他也不会得救的 所以呢你就不需要去宣教的 这个是威斯利把上帝指责加尔文 把上帝变成一个好像恶者恶人那样的 这个是威斯利的这个指责 但是威斯利对加尔文主义的指责 有没有道理呢 你怎么帮他 然后呢 然后呢这个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这个长老会 加尔文宗的教会 是不是宣教 你们都肯定 有没有依据 有没有数据支持 讲话要有根据 根据是 基本上 这个 这个雅米念的宗派 跟这个 这个加尔文宗的宗派 拆出的宣教是可能数量上类似的 类似的 差不多的 很多的这个宣教士 都是这个改革宗的宣教士 像这个韩国的很多的教会 都是改革宗宣教士去拆拍 去宣教以后形成的 那到中国 这个presbyterian 长老宗的很多的宣教士 都是加尔文宗的 长老会的 那么 当然 这个 雅米念在中国的宣教 最有名的是谁呢 戴德森 哈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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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 他的儿 他的孙子的孙子 是从孙子 叫James Taylor 他知道James Taylor 比我高大 但是跟我一样没头发的那个 James Taylor 然后有一次在参加一个 这个学术研讨会的时候 那有一些改革宗 极端改革宗的人 就说 你们这儿有没有这个阿米念的 我们不欢迎你们 或者说你们这个观点不同啊 什么怎么样啊 就行批判 然后James Taylor James Taylor就很有一点 说你们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你们知道说 我们一家祖祖辈辈都是 都是魏斯里的 都是雅米念的 难道你们要把这个 戴德森赶出去吗 要把这个这个宣教是 这个雅米念宣教是赶出去吗 所以 在这个问题上 争论从 奥古斯丁跟柏拉丘争论 奥古斯丁跟柏拉丘争论 毫无疑问是谁正确 是奥古斯丁正确 因为柏拉丘在人论问题上 是出现极大偏差的 柏拉丘基本上是 半个梦子 人性性善论 他相信 这个中国跟儒家非常像 相信人性善 然后通过教育 可以把善引导出来的 那个是柏拉丘主义 柏拉丘 对 然后呢 到后来 到了这个 加尔文跟 魏斯里的这个争论 那你会 那你会发现说 他们已经到了 另外一个新的层面 雅米念 雅米念 他是相信 人的完全的 完全的堕落 这个 加尔文 这个 这个 魏斯里是相信 承认人的 完全的堕落 那 只是说 说那 这产生一个问题 那人怎么可以得救 怎么可能有信心得救呢 所以 这个 魏斯里就特别 发明了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 你们在别的地方 可能都没有见过 叫做 prevenient grace 魏斯里的grace 有四种grace 一个叫做 这个justification grace 一个叫做 sanctification sanctification grace 另外一个叫做 perfection grace 那在这一切之前 有个grace 叫做prevenient grace prevenient grace 翻成 这个中文 叫做 现在的恩典 所以上帝 在自然中 上帝在你的人性中 放上一些 现在的恩典 让你 敦促你来悔改 敦促你产生信心 敦促你接受救恩 所以他有这样的 一些观点 所以呢 加尔文主义 跟这个 魏斯里的差异 没有想象的那么差 他们都是在 强调 这个 人的极端的堕落 上帝的主权的基础之上 这些基本之上 所以他们应该都是在正统的范围之内 所不同的是 魏斯里看到 刚才那些弟兄姐妹所看到的经文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 人有他的一些决定的因素 因为是主体 有一些决定的因素 有些自由的因素 这个是上帝给予的自由 人用上帝给予的自由 来选择来选择上帝 那么这边的弟兄姐妹 这个加尔文的弟兄姐妹 就认为说 上帝有绝对的主权 那么上帝的 因为是绝对的主权 一有了绝对 那么就其他的东西 就给他排斥掉了 所以那些经文 就好像那些 刚才所讲的那些经文 就不存在一样 但是这个analogical phase 它就绝对就百分之一百了 是不是有些空间 有些余地呢 这个就过分地强调了 过分强调逻辑的严密性 而不是根据圣经 圣经启示到什么程度 我就很务实地说 圣经有这样的启示 有那样的启示 放在这些 有一些好像冲突 但是有冲突的地方 我就放在那个地方 让这个冲突在我心里 为什么不能呢 让圣经不同的观念冲突 在我心里 然后我在里面纠结思考 不要把那些经文抹杀掉 也不要把这些经文抹杀掉 在里面有痛苦的挣扎思考 不要把所有的圣经的启示 变成逻辑上 完美无缺的逻辑体系 追求逻辑的严密性 是一个非常大的试探 在神学里面 一个很大的试探 我们要尊重圣经的教导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下去 好 教文预定论的圣经依据 在这儿很多 现在你可以回去了 那么这个只是一部分 这个只是一部分 不是全部的 不是全部的 刚才有一些经文姐妹 找到的经文非常的好 事实上比这些可能更加 在这个之外有找到更多 然后雅米念的这个经文依据 也在这边看了很多 刚才事实上 还有弟兄姐妹弟兄 读到这个创世纪里面的一些经文 非常好 那么这一种对如何处理 这一些圣经的难题 也就是人有拣选道德责任 这样一个主题 你可以找到许多的圣经依据 然后上帝有完全的主权 跟拣选跟预定 也可以找到很多的圣经依据 而这两者之间又有张力 如何处理这种难以调和的张力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希望可以学会的 那这是怎么学会呢 就是如何处理这些圣经的难题 这一些的理解 我看 大都不是源于经文的字面的直接的教导 而是来源于基于经文的逻辑推论 你会发现刚才我们在第二轮的时候 就开始用逻辑推论了 那么这个就是说 你要知道圣经的启示是在什么地方 圣经的启示指于何处 逻辑的推论指于何处 你对圣经的启示 你有analogy of faith 这个信心指到这个地方 然后对于自己的推论 你应该要加上这是我的观点 这是我的认为 这是我的解释 你的解释不是真理 别人的解释可能也不是真理 真理跟不是绝对的真理 跟不是绝对的真理之间是可以相容的 如果你认为你的推理就是绝对的真理 他也认为他的推理就是绝对的真理 就会怎么样 就会打架 如果把上帝主权的教导 推理到宿命论的极致 刚才那个弟兄就讲了 这个是fatalism 就是如果是极端的双重的议定论 会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宿命论 那当然这个家文主义者的解释不完全一样 这些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们不仔细地展开 以至于忽略或者扭曲了圣经中关于人的责任的教导 那么这种张力就不再是经文之间的张力 而是转化为逻辑推论和圣经教导之间的张力了 然后呢 圣经从头到尾都说 人必须对自己的选择与行为负责任 既然如此 推论出人具有自由意志也是合理的 故此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 两者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健康的动态和张力 而不是任由其中的一方 用逻辑的推论 废除圣经明确的教导 接下来 作为解释圣经的人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应当相信 唯有圣经是漠视的是无误的 而我们理性的逻辑推理 有可能发生错误的 因此在解释圣经 或者构建神学系统神学时 我们需要学习指圣经之所指 当我们触及启示的边界 我们应当谦卑地尊重神圣的奥秘 承认我们自己是有限的 是会犯错误的 换言之 无论是对于经文段落的解释 还是对系统教育的构建 必须单单以圣经教导作为根基 而违背这一 如果违背这一原则 就是高傲的无知 会偏离上帝的这个启示 跟启示的真理 所以analogical faith 你要知道 你大概这个费信心的程度 对个议题的信心程度是多少 然后他对这个信心 你会发现 对于人的自由 这个人的这个拣选道德责任 这个analogical faith 你用analogical faith 可以建立起来的 圣经里关于这个 有很多的这个论述的 有很多经文依据的 他不是没有圣经依据的 对关于上帝的拣选这个 这个预定这个 他有没有圣经依据 也有圣经依据的 那么两者之间 你他有张力 是有张力 那你就尊重圣经 说圣经这么启示 我就这么信 圣经这么启示 我也这么信 至于他有张力 怎么办 你就把它放在那儿 你不一定急于要用逻辑上 把它统一起来 逻辑统一不是圣经启示 那是推论 至于怎么张力 这个张力怎么处理 那我就告诉你 你要把这个张力 放在你的心里 反复的思量 琢磨 撕裂 痛苦 晚上睡不着觉 你的生命就长进了 因为这个是逻辑上面的 这个缺憾 逻辑上面的裂缝 你知道 你的很多的创意 你的很多的亮光 都是在逻辑裂缝中间产生的 所以尊重圣经的教导 在以经解经 经文比较的过程中 我们应当把重点 放在那些明晰的 多处经文支持的 新约经文支持的原则之上 在此前提之下 有两个教导 在圣经中 都有以经解经的支持 而逻辑推论又互相矛盾 这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例子 那么作为诠释者 我们应当承认自己的有限 尊重神圣的奥秘与主权 同时接受这两个 看似有争议的教义 同时接受这两个 并且相信他们展示的是 真理的不同的侧面 基于我们对神性奥秘 和人性堕落有限的认知 我们应该预料到 会有这种情形发生 因为神性的广博与奥妙 必然超越人性的有限与破碎 这种维持张力的持平原则 是一条窄路 这是体现上帝完美旨意的 最佳的体现 什么意思 就是说上帝的逻辑 跟你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的逻辑 跟上帝的逻辑一样 那你就没有堕落了 你是堕落的 我是堕落的 我的堕落的逻辑 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 上帝的逻辑 用我的堕落的逻辑 去理解上帝的逻辑 上帝的逻辑里面 所以感受到上帝的逻辑里面 有这个张力 有这个跳跃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是人在地上 神在天上 我们是有限的 神是无限的 就好像我们看到两个飞机会撞了 但是你明白它就不撞 因为它差很远 但是属灵里面有些真理 我们觉得它是矛盾的 但是从神圣的角度 永恒的角度来看 它是不矛盾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对永恒跟时间 完全不在同一个维度里面 你以为上帝也是在历史中间 然后来看说 这个人着急啊 赶紧怎么样 上帝永远不着急 祂是在永恒里面 为这个过去 现在和未来 都在祂的面前 赤路敞开的 这是一个永恒的奥秘 什么叫时间 什么叫永恒 我们把上帝放在 逻辑结构里面 我们把上帝 当然上帝有它的逻辑性 如果按照这个 古希腊的这些观点 我们把上帝放在 时间的里面 认为上帝受到 时间的局限 上帝受时间的局限吗 上帝是永恒的神 什么叫做永恒 这个要开另外一课 对啊 时间都是 时间都是受造物 对 所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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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的科学 跟哲学里面 最大的一个奥秘之一 就是对时间的认知 所以堕落有限的人类 永远不可能 把神圣启示的方方面面 都整合起来 拼凑出一种完美的神学体系 如果你哪一天 是觉得自己的神学体系完美了 那么你的创造力就止息了 你基本上已经堕落了 错误的泥潭 所以 这个就我们就不看了 这个 这个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你回去自己体悟 好 这个就是圣经 启示 这个四维里面 第二维 理性 理性 我们不仔细 不仔细看了 因为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了 我们就 把这个 这个 用理性的这个研究方法 这个 那大家知道 自然 自然神学的 一个 研究的 一个 主要的方法 这个主要是 Anselm 这个 以性求知 这些观念 然后 以性求知 是 托马斯主义 这个 Aquinas Aquinas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然后 齐个果 John Locke 这些 那我们就不讲了 因为这个里面 东西太多了 然后呢 还有传统 传统就是 历史历代的圣徒 怎样的解释 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 忧郁的一个时代 资源非常优越的 优越的时代 我们的这个 尼西亚信经 前后的这些教父们 他们的著作 在这个网络上面 都是公共资源 都是已经翻成英文的 我想还没有来得及 翻成中文 但是都是公共资源 如果你的英文好一点的话 你可以去做 里面研究 去阅读 然后去检索 这个是 非常非常多的 丰富的资源 对于这个初代教会的 这些传统都在我们中间 然后我们 有很多的书籍 在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有 这个经验 从经验的角度 好 这个是 这个解经的 四种 主要的 这个 四种 这个 就是神学的 四种的 这个 来源 四种的方法 一个是 圣经 第二个是 理性 第三个是 传统 传统跟理性 你可以 互制一下 我这个地方 都换下去了 第四个是 经验 这个 四维研究的方法 那基本上 就是 对圣经的研究 就是要 以经解经 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个观念 大家要把它抓住 这个其实是 你要真正的应用 真正的应用 其实是 里面会让你 很多受用无穷的 因为它这个是 方法论 方法论 你可以应用在 任何的解经的 过程中间 好 我们接下来 就要讲 上帝论了 我们 我们